大家好,歡迎回到這個影迷小場戲 今天我阿Tim跟你說的是 The Fate of Furious 就是這個狂野時速的第八集 那其實這套戲我想大家如果有看開這個系列 就不會跟他說什麼邏輯,劇情合不合理 因為這套戲基本上只有三個關鍵字 就是車,索女,和義氣 有這三個關鍵字就滿足你了 其實看到今時今日這一集我都覺得很感慨 如果有由第一集開始看起來的聽眾 你們就會知道其實他們第一集 只是一群偷DVD機的賊 而去到今集他們已經要打一架核潛艇 我看到這裡我真的覺得 美國人的想像力都不比這個偉大祖國弱 其實自從上一集很可惜 其中一個主角Paul Walker死了之後 都打算看看會不會拍下去 他們都決定拍完 我沒有記錯,是個男主角Fan Disho說的 就是說他們會拍完這三部曲 可能還會有第九集 來到這一集 都是那些事情 有一個網絡超級黑客 威脅男主角Fan Disho 去幫他偷那件超級武器 最後就 一群人聚在一起去阻止他 其實每一次看我都很驚奇 就是他們可以拿車來玩到什麼 例如上一集第七集 我沒有記錯就找一輛車在天上飛下來 那今集他們就直接 玩這個車的Walking Dead 整班車去追著那個 其中有一個俄羅斯外交官 那當然越來越厲害的就是 又打這個核潛艇 那... 我就沒有什麼特別可以說的 總之那些鋁夠索 那些場面夠刺激 夠不是人想的 那還有... 音樂夠好聽就是這樣 但其實這一集 我有一個位置我是極度不滿意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第七集的奸角 就是那個英國的軍人 Jason 那個演員名叫做 他就進去了主角那隊隊 那本身都沒有問題 你當是迫與無來跟他合作 但我最不滿意是什麼呢? 大家如果有記得的話 其實這套系列它有一個很... 名稱的畫面就是 他們結尾的時候 就會經常強調是家庭 如果我想用中文譯就是所謂的儀器 就是Familist matter 跟著一群人坐在一起吃飯 很溫馨 就是朋友要... 就是那些所謂... 家人要幫 諸如此類 那樣 大家記不記得第七集 這個英國軍人 怎麼跟主角那群人結怨呢? 他就是去殺了他們 其中一個已經過了身的角色 就是那個韓國仔阿慳 我屌你老美今集他們 這個Jason幫完你之後 你請他們一起吃飯 當他是Family的一部分 我是那個韓國仔 我在棺材棋裡彈起啦 而最重要的就是 為什麼這傢伙會跟你結怨呢? 就是因為他弟弟殺了阿慳的女朋友 即是現在做神奇女俠的女星 他不是殺你一個Family 他兄弟殺你兩個Family 現在你當沒事跟他一起吃飯? 不是吧大哥 那當然 這個故事也沒什麼所謂的 反正那些死人都可以翻生的 那看看他之後怎樣繞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這部電影呢 在大陸真的 不可思議地受歡迎 你發覺那些內地人 如果你查一下頭那兩天上話 你是買不到票的 他們很喜歡這部電影的 那我想有一個原因就是 這部電影的位置拿得很準的 他們是一班 所謂Outlaw 即是一班 不法之徒 但是他們幫政府做事 即是他們不法得來又合法 那我想在很 在祖國這個這麼抑壓的環境裡面 例如那些公司一定要做好人 就算懷孕要被人抓 諸如此類 即是這些創作環境之下 在這部電影來說算是 相對比較踩極 都滿足到他們的官能刺激 例如車呀 女呀 義氣 那我想這些都是一些很 受大陸人買的元素 那我自己就 沒有什麼批評了 對這部電影 那爽片就是這樣的 但是 我唯一不滿意的就是 喂 又說Family is matter 那結果你就 走去請了 一個以前殺過你家人的人 來做你的Family 那會不會有點過份呢